今天上午 三藩市市長布里德 Sacramento市長Daryl Stenberg Long Beach市長West Richardson 和Riverside市長Patricia Locke Dawson 齊集在加州首府Sacramento 出席由加州眾議員楊潔馬主持的 市中心復甦特別委員會聽證會 該委員會致在匯集全州各個領域的專家 探討加州各大城市市中心面臨的復甦阻力 並策劃可能的解決方案 cuts了 內もう1市長 雖然有提到正面數據 但是市長布里德也有提到 由於居家辦公模式依然大行期度 所以三藩市中心辦公室空置率依然高期 有見及此 布里德在會上還提到 他計劃推行的30 by 30 提案 即是通過把空置辦公室 轉換為住房 以及加建更多的房屋等措施 來吸引更多的大學生 以及其他軟校的學生 教職員到市中心生活和學習 從而達到在2023年之前 在市中心增加3萬名居民和學生的目標 這次聽證會是市中心復甦特別委員會舉行的首次會議 在未來一年的時間內 該委員會將會預計舉行更多類似的會議 探討有關市中心商鋪閒置、公共安全、 無家可歸者以及分帶來毒品等問題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報導